我們如果說這邊這個區域下的太陽空氣變熱地板先變熱地板上方的空氣變熱 就是變熱空氣向往上移動 向往上移動的時候市面巴巴的空氣這樣補進來它就會移動 就有一個力量往裡面走 為什麼旋轉 同理可證 我們市面巴巴的空氣頂上移動 然後從北從下面往上移動 它向右偏因為這邊的處處要慢 那從這邊往這邊的話是這邊處處慢 對所以到這邊是往這邊偏的 接不介紹 所以 呃 對 他怎麼會轉 但是因為柯是列關 所以他怎麼樣轉 怎麼樣 沒有 沒有 一般什麼意思 因為昨天社會剛才討論 喔你們討論過的 一般沒錯 不是的 不是我是說 可是應該是 嗯 怎麼講 他應該是 造成這個偏移 可是這個偏移才 進而造成這個 所以他不是直接的關係 其實還蠻直接的 沒有啊 對 等一下地板再講 沒有 可是其實這個沒有 可是他是 我們 因為 因為 這是一種觀察者的角度 就是我們一件事 運動者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或是從觀察者的角度來看 我們從觀察者的角度來看 我旁邊這個的人看 這個風 因為這邊速度比較慢 這邊的地板移動速度比較快 所以這個風 這個風的分子 在這個時候 他有數以的 彈向的速度比較慢 嗯 所以當他移動 他本來是往下移動的時候 可是就地板上的人來講 我這邊移動的距離比較大 所以這個風感上是向右 向他那邊偏偏 那就這邊來講 我本來這邊速度比較快 我這邊速度比較慢 所以當我移動在那邊的時候 我會 這邊的人會覺得 這個風是往這邊吹的 對不對 所以他自然而然 那 那 當發生的事情在解釋 他就是 那個 那個人姓柯 我們就說 柯勢力 柯勢力是用想像的力 他不是真正存在的力 他沒有真正存在 因為他那椅殼這麼高級 蛤 沒有 什麼那麼高級的 他那椅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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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椅背後 就是 相當的 就是 狗子力 好 好 那事實上 這是 向上升的 氣選 我們講 向上升 他往裡面集中之後 他從外部進來 所以他會這樣 那如果說從 例如用一個冷膏壓 冷膏會從上面往下走 從上面往下走會怎麼走 冷膏 例如冷空氣啊 冷空氣比較重 因為冷空氣從西伯利亞慢慢的移到這個 冷空氣比較重 因為冷空氣通常 冷空氣的密度就高 那第二個如果它移過來的時候它沒有水分了 它也比較乾 它也比較重 比較冷 比較乾的 空氣比較重 然後往下降 往下降的時候會怎麼想 假設 我們現在譬如說 這邊的冷膏壓 空氣往下降的才能 那你也想 在地球表面 越高的速度越快 是嗎 對 所以它是往四面方向起 所以好像擠下去嘛 那擠下去的時候 同樣的 譬如這邊是到這邊 特別往 它的 右邊 對不對 這邊會 因為這邊是 相對來講 緯度比較低嘛 所以緯度比較到 特別往這邊 所以它剛好都會 剛好跟我們的台風是有點相反 你可以接受嗎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啊 然後呢 所以它的整個氣血會是這個方向 所以呢 這是 這是 彩虹的一種嗎 這不是彩虹 這是 冷高壓 冷高壓 它不是 蒜頭 冷高壓 它可以到什麼 彩虹外 它應該是說 因為我假設我現在從 一般來講 你可以看到課本上有一個圖有沒有 物理 為什麼拿物理課本來 我就說我可以 假設 有一個那個 地球表面的那個 信封分布 有沒有 有一個信封分布 它從製造到 我們的富特在地區 信封是說 它很像信材一樣 很固定 它在英文叫做Messenger Wind 是Wind嗎 還是Messenger是什麼 那這裡不夠 那這個 好 你看一下 如果有一個地球來看的話 我們把它切了大概四整份 好 這個方向的風負往這邊吹 這個方向的風負往這邊吹 要是 看不 vist 看不出 按摩兩捏 嗯 電風扇還可以吹的 是不是合視力嘛 對 是合視力 但是它為什麼 跟穿上下兩鑽 這些像北極圈的 這條線 其實它是用這個線的 這樣 蛤? 以前有唱過的嗎? 也會有講話一些 我們這邊空氣會往這邊移動為什麼? 哪裡? 這邊的空氣會往這邊移動為什麼? 因為海南島的位置 因為吃到比較熱 對啊 對不對? 吃到比較熱他空氣會向上移動 所以他會向上 那為什麼空氣會向北極圈? 北部比較冷 北部比較冷 北部比較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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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 為什麼他會濕 他這麼多冰塊 冰塊不會濕 對啊 為什麼他北部的空氣會往上 因為 因為 俄羅斯人太危險 很耐心 北極熊 很耐心 北極熊 他吸走比較濕 對 對 因為 冷風氣 因為 北極熊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他有引力 所以 很耐心 好 來 因為北極冰山的這個密度比較 一本 你上次的腦筋不出了 我忘了啦 極光 極光 而且我們那時候沒有看沙漢 我們在看沙漢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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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夏季的時候 可能是我們這邊是往上 在冬季的時候呢 這個區域是往下 這是剛好階階交際 所以它是非常準的 非常準的時候 他們就這樣比較幸福 可是在整個大 整個聚光的氣候 你可以看到像 像那個什麼 像別的星球 那個叫什麼是 納美星 土星還是火星吧 火星他不是有 感覺像有那個一袋一袋 一條一條的 對 我好像沒有看過 他的星球的那個照片 好 火星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 是一個 那個 就是幾次 20年 聽不是說真的 就是從那個線 跑到對面 就很奇怪 因為它上面 是嗎 就是 那些是 對 好像沒有 有 那些是 有 那些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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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你 嗯,那肯定沒有在... 有啦 那可能你最靠近那個 最靠近那個陶泳 然後就是掉一彎的 還蠻大洞的 可以有洞的進去 對 這樣好像有 這講的是信封 他有分出來的這個刺刀的地方 這一區叫信封 這一區叫什麼盛行西封 這一區應該就是盛行西紅袋 然後兩目的龍 火星 火星 在一個星球上 火星 木星 你看木星的這個圖 他是一條一條的 事實上這是長時間的一個氣流的運動 他變成說在那個地方就是風會這個方式的旋轉 大家分很清楚一帶一帶的 事實上跟地球上的信封是很類似的 就是也會是這樣一帶一帶的 一區一區的 好那你風流的他這邊解釋說 我們 這個是熱帶地區比較高溫 所以空氣向上走 就地表的空氣是向下或向上 對 可是你看這旁邊這個地方是一個 我按照地的 我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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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靠 好 按更大了 沒有更大的阻力 沒有更大的阻力 我以為更大的阻力 這樣看得見嗎 你看這邊的熱空氣向上流 所以他知道他是不是向下流 這邊流走的時候 這邊會缺空氣 他會從那邊流 他會從上面這邊流下來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 疾風 這邊是疾冷 這邊疾地氣候 冷空氣向下壓 這是向上 這是向下 向下完之後他就往下疾 他會往市面幫你 所以他補充上來 為什麼從這邊補充 就是從這邊補充上來 太遠影響不到 太遠影響不到 這邊是怎麼有幾次的 這部分是真的沒有做功課 這部分是真的沒有做功課 好 好啦 這 想一下 現在的解釋好不好 OK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什麼是功誌 你跟他好多 你都不知道 我跟欣賓 欣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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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肉食動物太大吃 中華人 太重 你還今年怕 你就這樣好不好 他不會咬你 他不會怎麼樣啊 他是不是肉食動物 他算是一種修長的 他會吃你嗎 不會吧 肉食動物 他怎麼吃也吃不到你好不好 他剛剛咬一口 咬不下去吧 應該是咬不下去 他特別不好吃 他吃那麼硬的東西 可是昆蟲長可能已經 他一定不會像他甲蟲咬 他會不會像他甲蟲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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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像他甲蟲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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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包,有包啊 他有包 他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這邊有負熱帶的高壓區 負熱帶高壓區是怎麼產生的 負熱帶高壓區 在這個區域會產生一個負熱帶高壓區 用寫高嘛,就負熱帶高壓區 那負熱帶高壓區是怎麼產生的 不知道,不知道是 對 怎麼樣 然後,是高熱鵝兩級的 也許幾粒的還是能下降 變成低鵝就下鵝 就下鵝就下鵝 就下鵝就下鵝 好 吃到第一級的東西 所有的產生高 那我可以看 一定有啊 吃到這方面 他是往上 好 不知道他 他 這個下鵝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是 他那個不是剛好 他那個是直度嗎 我現在他是畫的大概嗎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溫帶跟那個 好,這邊 我覺得 這個 有一個解釋是 應該是像剛剛一般講的也是有道理 我上升之後,他會持續的把雨向下 因為溫度是電流低嘛 溫度降低之後,水會下降 可是,因為他上升完之後 他氣往上移動了 他到這邊,事實上已經變了一個 乾燥空氣 他就是會下降 那 這個東西就是 譬如我講,真的是行星夢戰 比方說 他估計起來 像我們,也許地球剛好分成4 但因為地球的體積大小 那像如果是木星的話 也許就不只分4代 如果這樣看起來可能分成5,6代 那他就是 在那個地方 他走了一段距離之後 他勢必已經變重了 他就往下掉 他掉下來就是 在地球上,他剛好在這個 32多角 32角度的位置 他下降就下成7流 所以越大的球就會分越多 應該是這樣 越大的球就會分越多 接受的太陽 有關係 他實際上跟他的濕度有關係 比方他上來的濕度是一直都沒有改變的話 他身體會不會有 他就不會有影響 對啊,他就不會有影響 那地球可能是我們今天 對,剛好就會 現在先上去 然後 變冷 然後 變冷 然後再下 對,像我們的盆空也是 不是,上次講 你風吹過來 你就會一直下降 下下來之後 這邊是乾空氣了 所以乾空氣下降 他會往下降 他為什麼不會是往上吹 因為他也是比較重 相對來講是比較重的空氣 所以這邊來講 他越來越低 他物質越高 所以他乾燥空氣 他上升速度越快 因為我們講 你含水分的空氣 他鼻子會比較高 你不含水分的時候 鼻子會比較低 所以他下降 他比較容易吸收能量 他溫度是上升 上升就會變成噴空 所以 他應該是 我覺得那個三星剛好是一個 在地球上是個強 就是我在 四道上升的氣流 到三十度左右 他就剛好已經是冷卻了 而且是變高壓 他掉下來 好 ok 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目前看起來 比較冷 不要合情 我以為是那個 因為南極跟北極 太冷 所以那個空氣呢 就全部都冷到那個 那你一講到好像 這個一個空氣 冷到比較低 地球比較 地球比較不會像 一般的我們講說 行星空帶的影響 是因為地球有斜角度 你看像木星他很平 木星他已經很久的一個時間 他就變成一個 固定的一個風帶區 他就看到形狀 可是為什麼地球 或者說從 從外面來看地球飛上 因為地球的氣象 是非常狠的 是因為我們地球還會斜斜角度 所以像我們在這一區 叫做行風帶區 是 夏天跟冬天是不一樣的吹拔 因為我們角度會天嘛 角度會改變嘛 你現在看來角度會改變 對 可能是被月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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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自轉 你說自轉角度 會變成這樣 可能是月球影響 應該 是有人這樣說 是月球影響 所以說不定還可以找到 幾千億年前的那個 還是這樣吹的 幾千億 很難怕 像 我不太清楚 應該 你找到 像譬如有人說 我們的地池會旋轉 這應該可以找到一些證據 它有時候在海底 對 海底下海空的地方 可是你說 找到說 我們以前的 風是這樣吹的痕跡 因為這樣 風吹過去 風吹過去 我覺得像什麼痕跡 可能會有七十左右 可是因為 過幾百年就把它乾掉 對啊 不是容易 流下來 超過難的 嗯 這個比較難 你說我們地球以前這樣子 我覺得 現在應該是說 我們月亮 月亮 現在到這個面 在做公轉 那 我們應該是說 有沒有機會 理論上說啦 理論上我認為是 它的平衡是 我們講是平衡 譬如我想把手停在這裡 我們去仔細觀察 如果輸夠快的話 我不會一下子到這個點上 對不對 會過來一點再平衡回來 這是一個平衡過程 所以地球跟月亮的平衡作用也是一樣 所以作用人家說 我們在地球的智軟頭還在偏 它會有一個大概正負兩負的偏轉 嗯 事實上它是 譬如我們現在受 月亮的影響 就是月亮的力量發大對不對 所以 很大的影響 我是 也許 對 它就會稍微 欸我還在平衡 他們也是天文 有時候會這樣觀測 對 那這個平衡需要很長很長時間 可能是幾千 幾億年 對 可是這個影響 我們就比較沒辦法去感受到 OK 好 好 好 問你別的問題 嗯 這位先生 問你別的問題 我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有沒有看過 蛤 喔 為什麼有那個 那 那 那 為什麼會有巨峰 巨峰 好 我覺得 這是 他好像違反克之力 不會 違反 為什麼違反克之力 他說在美國 美國西岸 剛好跟我們相反 別 美國西岸 對 事實上 會形成比較大的 巨型的這個 風暴 或者是那種 又巨峰峰的 風暴 通常他需要的是一個 長 對 他需要大時間 一個長時間的加速 像我們台灣 夏天的時候 風從這邊吹過來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得到 很多颱風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從這邊看 半天一直加速 加速 它就形成一個很大的 穩定氣流 它就會影響到台灣 那像美國 美國這麼大的地方 嗯 美國長得怪怪 這個地方 有一份大海洋 好 他從這邊過來的 也是一個 都是大型巨峰 他都清潮這一塊 中西土這一塊 那美國龍九宮 比較中心 也在這個區域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平坦的區域 美國的西邊 西邊這裡嗎 西洋 為什麼會有 東漫西洋 西洋在這裡 西洋比較少 所謂的颶風 喔 現在在海風 沒有 他大部分的風 都是從這邊來的 他所有印象都是佛羅里達州 還有那個什麼 這個叫什麼地方 波波波波波 那個 欸 那個 那個為什麼 就是爵士 爵士樂的盛行的地方 是哪 爵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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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樂的一個城市 爵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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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邊 美國南邊 美國南邊 中南部的地方有些 爵大水啊 爵大水 爵大水 我完全不敢猜 爵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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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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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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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持續的 它持續的形成這個排骨會一直加強 是因為它有持續的水氣補充 而且它在海上沒有阻擋 它在陸地上就沒有補充 在陸地上之後 它雨就開始下掉了 而且它會撞到山 對啊 它下完之後它就變成 本來是上升器喔 它雨下完就變重了 它不會再上升 它就開始下降 或是先維持平衡 就不會那麼強 它慢慢就散掉了 它撞到也是一樣 噁到就散掉了 它又補充成一個 這樣整個我們影響到人類氣候的區域都很小 就是你看地球的直徑 相對於有人說 那個海洋 最深最深的海洋 如果假設地球這個籃球 你看海洋活生嗎 就相當於你把地球拿 把那個籃球拿去水泡起來 你看表面那層水膜 就是海洋深度 可以淺嗎 就那麼淺嗎 所以真的能夠影響人類的生活的 就是表面淺了一層空氣而已 你講的是海洋還是空氣 不然各個都是一樣啊 你海洋只有八塊一層 空氣都是八塊一層 能夠影響到人類的 還要很深為挖掘的處理 不是 在上面的空氣是讓它穩定 它對人類的影響沒有很大 它沒有跟隨機接觸 還有 我說的是我們往裡面挖 還有很多衛生器 對 我們人類知道的太少了 我們人類 好啦你們在看書 有啊有啊有啊有 看小說才看到這種東西 是 不是吉祥哥 不是吉祥哥 是在北邊啊 對啊 這我怎麼記得 他吉祥哥 就不在那裡 那是什麼 喔 牛仔鳥 哦 牛仔鳥 他在這個地方 雞翅寶 他是 上次那個 他們那個 颶風影響非常大 就是整個都市幾乎要遷都 重現這樣 好誇張 比如說卡 卡 應該是卡錘吧 卡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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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 他們其實都是 感覺上現在美國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媒體的關係 我就比較聽得見 又比較知道 就是受的颶風影響很大 有在近30年內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氣候 真的變得比較複雜 這30年內的颶風真的變得很大 嗯 OK 好啦 我們台灣到底是哪一個板塊 台灣是 台灣是 歐亞跟那個太妙板塊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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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到底算哪一個 不知道 他們兩個重在什麼 這個 很難講是哪一塊 他就是剛好是一個交接點 他就碰起來 對 他就被擠上來 我都說 所以哪一顆被擠上來 我們都 應該是歐亞被擠上來吧 他們好像兩個都互相 互相撐進去 這個也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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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不是 不是 這邊 這邊 菲律賓百塊也撐到 歐亞百塊也撐下來 然後這邊也撐到 他說這個很珍惜 這都有啊 沒有 一般都是這樣 可是他很奇怪 他兩邊都沒有 都有啊 沒有 一般都是這樣 可是他很奇怪 他兩邊都沒有 都有啦 應該 那這邊當然是 被擠下的地方 我們不能完全說 整個 台灣被擠起來 是說 我一次 丟 我擠起來一定是被擠起來 有時候可能是 擠起來之後 嗯 嗯 可能是擠的時候 這邊有可能會融起來啊 嗯 這邊有可能會融起來 就是 我不能講說他到底是什麼 現上地球的 台灣的地形是還蠻多列文的 你說哪條列文屬於那個板塊 現在如果要分析 變成這樣做 呃 質地分析 用這個區域的質地分析 跟這個板塊的質地分析 這個區域跟這個質地去做分析 你不要有可能去知道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按照這樣探討 我覺得比較像是 以中和上半來區分吧 中和上半的左邊跟右邊 是不同板塊 嗯 好像是 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 我不真的確定 因為 這個 我們大概知道他的原因就好了 因為 如果說真的假的 考試要考這個 就變得也沒什麼 對 應該是哪兩個板塊 應該擠壓得起來 因為這樣 嗯 可是問哪兩個板塊擠壓也沒什麼 因為那只是一個名詞啊 嗯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問台灣怎麼形成 就是兩個 台灣怎麼形成 這東西也是 他就可以有很多選擇 A火山噴出來 B那個 台灣怎麼形成 現在也是 我覺得這也是有點重說分 因為我覺得 以前有人講說台灣海峽是不存在的 什麼意思 你是說我們從那個 大陸跟台灣海峽 以前是連在一起啊 你說被割開的嗎 誰說他連在一起 那就是大陸的自己的錯誤 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樣說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太平山旁邊的阿里山之類的 太平山旁邊的阿里山之類的 有點陷落了嘛 有點陷落下去 一個是陷落 一個是海平面上升 那海平面上升代表 因為海平面上升應該全球的影響 應該是有點陷落 那 假設這是一個大型的板塊 那為什麼這大型的板塊 在中間這一塊會陷落 我不太清楚阿 那 我是全部 隕石 隕石 大顆一點就好了 打到這裡阿 這麼剛好 反正 沒有那麼剛好阿 他一往右偏一點就沒有彰化 再往左偏一點就沒有空間 假設打在這邊的話 你這邊 這附近應該會有一些 這樣的一個遺跡啦 這也太神龍 會變一圈圈 那時間就沒有阿 你看打在那個 墨西哥海灣的時候 他形了一個 有一個圓形嘛 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還是有這個遺跡阿 你不會說打在這個固定 然後就通過遺跡 不會 對 應該應該是 那這個地方我覺得 應該是 這樣子 跟這樣子 然後他在這個突出來 在那邊被其他遺跡 被水 被海平淨 被沖掉 我當時覺得這個 這一個什麼 東北 大陸東北那種 渤海的 那邊有個區域 是這樣子 這是 那什麼 半島 第一點 大陸那個地形 那是怎樣 東北邊那個 有渤海嗎 有個內陸海 對 那那個 這邊有個半島 我覺得這個第一區 如果大家想起來 這邊比較像是有 有個是大的 就是那個海灣 好 再來 這個 都會滿地震 都會講 那個蠻壞的 地球的一些 那邊 那邊 你們回去看書 會不會有 這個 有點點小困難 剛剛還有 就是 還有啊 還有啊 就是 可能 就是我的意思說 看可能就是說 我們沒有看過了之後 可能對哪個議題 比較有興趣 因為其實 地科齁 我覺得 很久很久以前 所以成婚那時候在一集中 拿地科的課本官 也不是務母 他讓我看一下下的時候 我覺得很大 我自己覺得很大的 噴嚏是 他裡面用很多 名詞 去解釋名詞 但是那些名詞 他自己也沒有解釋 其實是什麼意思 那就不會知道 對 那我們 這樣子的話 事實上是在學習上 反正的困難度是很高的 有道理 但是我希望說 就是 前兩天在跟那個 剛剛二三年級 講那個 在講物理化學的時候 我們今天講到什麼 講到 昨天講到什麼 講到 昨天講到什麼 我只是上禮拜講好 那 昨天講到 不知道講到什麼題目 也是有人 又拿一個名詞來解釋 那名詞 我們 就是 提出這個名詞的孩子 也自己不知道他名詞 什麼意思 結果結果我說 什麼是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氣體 不是 不是 我們昨天就講一個比較好笑 你說 比較好笑 就是比較好笑 就是比較好笑 喔 喔 或是講什麼 什麼叫強制度 強制度就是 強制度就是 表現比較好 不是 就是 我們在講一個 講一個 什麼呢 講到重力 講到重力的 重力的因素 重力的產能 他說 欸這樣說來就是說 重力比 萬有引力 就是 站在當下是萬有引力 比 比什麼 什麼 數量大 比什麼數字大 就是說 是不是這樣的關係 就是他講兩個東西 我說 OK 你講這個意思 就相當於說 呃 老納的身高 比 易凡的體重大 呵呵 只在大 所以就 就沒有 就反正沒辦法比較 所以他拿著說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我 我在講一個東西 他說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意思是說 當 觀有引力比什麼東西大的時候 他就有這個情形結果 發生 我說你講的東西 這兩個樣沒辦法比較 因為那兩個是不能 物理量 也沒辦法比較 對 所以我們在 我覺得在講這個課本上 會有很多 你是 我們太多的名詞 啊是他這名詞 有些甚至沒有意義啊 沒有太多的意義 有讓他來唱 科斯利 科斯利是 我們只說 因為那個人發現這個事情 你知道他有個名字 對 你知道他有個名字 我們比較好 總共 欸就是地球自轉 所造成那個影響 你不要聽起來 很討厚 就是這樣 對 對 我們正確的 我們就 天賦 對 玉兔 反正每次都 每次中秋節吹的 一定都 都是有一點那個 你說哪個 玉兔太多的 很久了 你看看那個 課本應該是 大溪那邊有一張 它寫說 從地球開始算的話 距離地球 十公里頭 這個氣流層 叫做對流層 對流層 對流層是對人類 平常最大的距離 可是真正來講 整個地球的大氣 是600公里 都算是大氣 也就是說 整個 這個地球的 空氣這麼厚的話 真正影響 地球的影響 只有六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保的那一層 對著那一層 有一點影響 上面的呢 你都沒有感覺 對 甚至到他們說 到那個 真溫層 你可能那邊的溫度 甚至是到幾千度 可是因為空氣沒有吸飽 以後你對那個空氣的溫度 是沒有感覺 那個意思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現在可能 可能 你看那個 譬如說我們現在譬如拿那個 冬天 譬如說被那個 火光打到嗎 靜電 打到 你會很痛 為什麼很痛 因為火光的溫度大概是 兩千度 可是兩千度流出 兩千度那我就燙傷了 踏在正間 而且那點很小 可能就兩個細胞 兩個細胞死掉了 好可憐喔 沒有感覺 兩個細胞死掉了 對啊 你那兩個細胞死掉 你會很 瞬間很痛 可是你不會造成什麼 二度濁張三度濁張 你沒有感覺 你知道嗎 是 是 我們 其實氣壓 那 氣壓是一個 我們曾經做過氣壓的實驗 但是這個部分你們有 心致大有做 但是 可以幫你壓 OK 我們現在其實在做 這個時候我後面慢慢比較理解 因為我們以前 曾經小時候會 我們在氣象量量一下水量 量一下溫度 量一下溼度 量一下溼度 量一下壓力 這基本 因為對人類非常有影響 你會知道說我想知道說現在的 為什麼需要知道氣壓 我現在是不是乾空氣是濕空氣 我是不會氣象下冷 或是不下冷 現在只有氣象預測看這件事情 所以有四個東西比較常需要量 溫度 溼度 濕度 大氣壓力 還是什麼 我現在還是四個 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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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冷 降冷 風向 風向也要量 風向也要量 風速風向 風速風向我們比較容易 好 假設風速怎麼量 我們現在想知道風速風速怎麼量 風速怎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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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在鼓子一樣 放在鼓子一樣 蛤 不是啦 你問他那個風速 不是講很量風向吧 那如果我知道 就是拿一個豬心瓶它要轉幾圈 OK 轉幾圈怎麼量 轉 呃 一二 轉速 轉速怎麼量 就是一段時間裡面轉幾圈 游東阿你看到轉速 他在轉速嗎 他是在轉速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什麼意思 他正在轉啊 你就知道他現在轉多快 還沒算完 還沒算多久 你幾乎看不到 譬如我車在開 你看到十字路表在跑啊 你不如說 我車還可以 等一下 你先開一分鐘 我再量你走多遠 不會吧 嗯 你知道懂的意思嗎 通常是你在走的時候 他就知道你現在轉速度多遠 他那個瞬間 他只能量 每秒 對 每秒幾公尺 或每秒 每秒整個幾公尺 兩很短的時間 嗯 兩秒 一千 現在那種 現在數位化很簡單 所以他給深空力看很短 就可能取零點一秒的時間 或取零點一秒的時間去 對啊 是這樣嗎 但是五十歐呢 五千 五十歐就很好量喔 風向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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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風針 放風針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OK 那這個比較久 那個拿葉子 丟 那這個你 可是那還是需要一個 時間嘛 一個時間 比我現在想量 等一下 我現在風速這麼快 對不對 對啊 可是 我沒辦法馬上看到啊 我比我現在有個風車在跑 我馬上可以看他是多少 我有沒有辦法 多多少 就是馬上知道現在風速是大或小 剛剛從來講說 大或小就是他轉好快 現在有 我現在就是像在航空站 他用一個大氣球嘛 長大氣球 像是 像是微風 像是 像是 看他垂的角度嘛 像是颶風 吹核的 颶風 對不對 那是他那個重量 整個壞掉 那 除此之外呢 他有沒有別的方法 就是他是要把 把轉速轉換成重力的 我終於看得到的東西 對 那有什麼別的方法 去看轉速 轉速喔 用一些我們已經知道的 物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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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我帶隊的 蛤 什麼意思 帶隊的 我們就讓他發電腦 看他亮出 我們等一下可以稍微討論大 我覺得大訓科學 滿有趣的啦 好 下次時間好好想 上次再討論好了 唉唷 你知道想 我真的好想 你不要捏太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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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唷 你不要捏太它好不好 我要捏太它 你把另一邊轉下來 就好你跟我把它轉上去 因為我把牠洗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擺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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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夾一下東西 可是它最美是擺音機 我不知道欸,如果長期把牠放歪了 那牠捏不夠 電機裡面沒有適合 電機裡面沒有適合 無 solidarity 攝影機 像剛才說